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哪儿啊 一会儿成乳歌了 拿着吧 这掌柜的还找您前面帮忙呢 这会儿相亲我来了 他不是挺能力的吗 让他忙过吧 瞧您这话说的 本季风楼到什么时候 他也少不了二爷您呢 你这话我就爱心 连你们都瞧来了 就他跟我装傻撑了 你说我这容易吗 我媳妇就跟家生孩子我都来了 成岁催了我这个 那儿奶奶保证给您生个大方小子 您双喜临门 双喜临门 张先生来了 各位听好了啊 张先生来了 季风楼没接过这么大的官 都给我掌住脸 给我挖脸 听见没有 有 咱俩送好了 好嘞 我又跟你华二爷 瞧见没有 过来就是来了 张先生 来来来 请请请 来来 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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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先生慢点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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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贵客贵客呀 张先生能力临小店 这日到小店澎湃生辉 天天生辉呀 恭喜王掌柜 呦 谢谢 谢谢 好啊 看见没有 这是张先生特意给你带的 日本糕点 看看 通这份心意一会儿 好生醋好了啊 是是是 那是当然 你看看张先生 多好的技术啊 还得高升啊 张先生 是是是 高升 学生闹成这样 我都打算归隐了 不是 您说的 学生懂什么呀 多一个不多少 一个不少 可不能没了您呢 没一次吧 没事没事 来来来 来来来 在里面 给我学生搬家 哎呀 学生搬家 哎呀 哎呀 我说钱老板 您唱的是哪出啊 兄弟 咱中国都成什么样 咱这做买的 不得有点意思啊 我钱广润 那是爱国的 是吧 这青宝都没了 山东馆子 脸上没光了 对不对 咱这爱国商人 爱国学生 上我这王德楼来吃饭 搬家 搬家 好 张学 千万不要我心里去 藏人臭处最多 往往心里去 来 领个手 去找去找去找 不不不不 快点 跑展时 小爱子 你怎么死的这么惨啊 你看看 你都给人撞死了 变死了 小父子 走 快找一人 小姐 大小姐 大小姐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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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带我去哪儿啊 放开我 救命啊 救命啊 来 里边去 来 里边去 徐头 又是陈掌柜 又是陈掌柜 您这是怎么过来了 季风楼大喜的日子 我们这对门的 不得表示表示吗 是是是 我们掌柜的也说了 说过几天冲空 还要看您二位呢 等等等等 我去看看 不是 不是 各位小姐 既然是大喜嘛 那咱们从这喜 喜字说起 第一道菜 四喜炖鱼 咱们再说这肘子 这个肘子 要经过七天的熬制 才能有这样的品价 这叫陆勋肘子 什么 我女儿被人绑架了 怎么回事这个人 大爷 大爷 不好了 我这边顶路了 学生母上充满 赶紧走 那我还是带张信从后门吧 安全起见 快 去 谁都可以学 同学们 同学们 赵总乡都后面跑了 出场 这叫什么事啊这是 你说我这一天 我招谁惹了谁了 什么天气啊这是 听见了 这小丫头的爸爸 既成了有股份 下一辈子林华前就是他 您放心 我的严是值 没看见我吧 别说您了 连我脸他都没看见 放心 你惊醒点 他爸不是一般人 出点事全都卖露了 全完蛋知道吗 王麻子也不能知道 是 咱就用了他这院 他也不是这小丫头哪儿来的 再说您给他点钱 他就闭嘴了 什么玩意 这个 这我送给小丫头抢了 真撑 小孩的东西你也抢 没见过啊 这干什么事的这个 好 好像叫 这抢个例 你吃了吗 没敢 别吃了 再吃出点事了 来来来来 不是那钱什么时候能要出 找不了你没法 这儿 这次狠点啊 要真不给钱 自立 不好 不好 妈妈 妈 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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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噓 谁看的 为什么把你放在这儿 我也不知道 今天我去学习 不然遇到两个小胖子人的狡猾 司机就下去看了一家 跟我走 我就回会儿啊 盖忙了活儿 鸡鸭鱼肉 吃死你的 你能死得这么惨啊 你看看 你都给人撞死了 要不是你的话 你就救救我吧 我让我爸给你牵 来了 来了 人呢 我就却想看 先生 先生 大小爹有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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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到欺杀 惯我请倒 惯我请倒 打倒魏国贼 打倒魏国贼 惯我请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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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倒魏国贼 惯我请倒 惯我请倒 你干嘛呀 爸 就是他救的我 是他去给您送的线 那天晚上的图是你送来的 来 拿着 我不要钱 你不要钱 那你要什么 我想学门手艺 爸 要不你就给他找个盈子嘛 别让他老贵小丁花子了 不要钱 要学手艺 有点意思 叫什么呀 狗圣 哪有人叫这种名字呢 难听死了 你姓什么 家在哪儿 父母还健在吗 我爹死了 我娘还在老家 我老家是山东的 我姓鸾 就叫狗圣 那你认识字吗 不认识 我特别想上学堂 学堂说啊 没钱 不让我上 那 那你就叫鸾学堂吧 一辈子上学堂 来 拿着这个 这是我的名片 你去 是季风楼 找他们掌柜的 汪德府 就说是我介绍你去那儿学徒的 他一定会收下你 那儿山东人多 他们会好好照顾你 记住啊 老老实实学手艺 本本分分学做人 谢谢 谢谢 这店都要关门了 还留什么人呢 不是 是这么不是掌柜的 这孩子呀 是拿着姚先生的帖子 找上门来的 我们做不了主啊 所以我就带着孩子 上这儿找您来了 庭海 你也是 为什么做不了主啊 说明这事还不对 行啊 这一天了 有一件顺心的事没有 这姚先生也是 她是饭馆的股东 怎么能这会儿添张嘴呢 咱们是卖饭的 这是要饭的 这说不咱一块儿去 不行啊 该卖饭卖饭 该要饭要饭 掌柜 姚先生是咱们季风楼的股东 她的面子咱不能博 留着吧 还不谢谢掌柜的 谢谢掌柜的 谢谢掌柜的 姐哥 没什么事我回去了啊 等会儿 昨天 账面的收入是三百四十七块的 你给我的却少了十一块 怎么回事啊 这不对啊 估计是记错了 你想行张念过几天书啊 出错难免 放屁 他记错了 我这一整天都盯着他呢 别忘了 爹在世的时候我也是管账了 这事我批你门清 你蒙不了我 什么意思啊 姐夫 你的意思是我黑店里钱 你敢说你没拿 有证据吗 证据 瞧见没有 昨天上了多少道菜 人家小鸾子都在这儿记着 你少记了多少道菜 你心里清楚 还在这儿跟我装 你说人家一个跑堂呢 都知道替我着想 亏你还是我小舅子 不是 姐夫 你这话我就不爱听 店里挣了钱 人人有份 你呢 把钱看他们死 一月给我三块钱 三块钱哪 姐夫 这 这大幅叫花呗 不能这么少啊这个 怎么了 你说你在家里住着 吃不花钱穿不花钱 整天是提龙架个鸟 什么金鱼柜你养什么 你还想怎么着啊 怎么了 我养个鸟怎么了 不是 姐夫 成心长茬是吧 你就是从内心里瞧不起我 什么意思啊 你瞧小叫花子中心是吧 你教他干 二掌柜你给他 我告诉你 我不干了 有本事你别干 小文啊 你再仔细说说 管账的人不能管钱 管钱的人不能管账 收钱和记账的 要分开 各干各的 这样 账上做不了解 管钱的 你别想贪 小鸟子 你真行啊 好好好 将来等你出图了 一定重用你 谢谢掌柜的 回见回见 下次来 大小姐 你慢点 快快 一 二 二 三 王上 大小姐 你怎么这么早 先给我打包点东西 再偷走一趟 来吧 这是 fru decks 姐 樊子 李二爷 这是湖处长的炸年糕吗 对啊 你看 胡局长吃炸年糕 他跟别人不一样 他不蘸棉白糖 他爱蘸剪面 我告诉你不知道吧 行 换剪面去 快点 好嘞 上回 我可是按照你的意思 把张先生给你请来了 怎么着 够给季风楼面子了吧 而你呢 给我整钱网上这么说 这也不说了 你说你还背着我绑片吗 绑也就绑了 你绑谁不好 你偏绑他 多多的风险 想小点事吧你 知道你担着风险哪 兄弟我没亏了你啊 这么些年啊 钱上是吗 什么事啊 不是大关键 行行行 担待 担待 兄弟 今儿你来得合适 今儿你呢 再帮兄弟一小妈 别给我出腿难的难题 不不不 对您来说 就是冻冻醉 神神爽的事 特简单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那行 不不不 说什么门 这些门话 这些门话 您一样陪我 先吃 到时候你会吃 这些 你得先用 先用 石上 新鲜群 炸饼糕 您得着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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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呀 这个 熊海 给我过来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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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厨长 来 我给您真是 棉 我问你 炸年糕 你给我蘸什么呀 棉白糖啊 白糖是吧 是 自个儿尝尝 甭尝 这哪儿是白糖啊 这不是剪面吗 这个 怎么回事啊 不是 真 真不是我 不是你 不是你我自个儿端上来的呀 你们鸡蜂楼这用的都是什么人 啊 毛豆腐呢 来 我怎么叫了 您消消消气 不是 真 真不是我 不是你给我上个菜 回来 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这是 二爷 二爷 这 这炸年糕啊 应该省棉白糖 这一不留神的 给省成姐什么样 怎么 怎么回事啊 不是 是二 酱粉 留下 留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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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让我再看你 走 多谢啊 兄妹 来来 什么门 说吧 这不是帮忙了吗 帮忙什么了 我刚才跟您说了嘛 您动动嘴 你甚至少的事 就 就这个呀 太损了你们 来上点什么菜咱们呗 别湿了 一嘴的碱面味儿了 怎么给刘厚厨了 人都鬼带 我说你的本事 能不能用在正经上啊 不就是小鸾子 断了你的财路吗 他也是为咱们店好 你说你害他干什么呀 不行 自打他来了 我没出探过 这人不能留 哎呀 他都到后厨了 你还想怎么着啊 龚总 这店有他没我 又我没他 行行行行 这事我做主 行行 你做主 你做主 以后有了麻烦 你别找我 撒oulum 草梢没勺了 快点 您喝点 姐姐烦 看什么看 看了你这程表大厨 老老师蹭几条里 去呀 陈师傅 陈师傅 这不用那么多货量吗 你闭嘴 不懂就别瞎说 知道红烧大厨的精髓是什么吗 关键就在于这十几种调味什么 你懂得屁啊 是吧 说得对吧 走 下来边 你来 陈师傅 我做得不好 您多多指点 你 师傅 这是我这辈子尝过了最难吃的红烧大厨了 我就说嘛 蹭勺里能炒菜 你够得着吗 不过 你这小子敢想 我陈幻生喜欢 多谢陈师傅教诲 学堂一定谨记 还挺会说 干活吧 我来 我来 哎 什么啦 哎 谁师傅 这勺蹭了不少年了嘛 这后迟的环也干了不少了 不少 你今儿开始 再颠勺吧 我 陈师傅 您这要收小篮子做徒弟啊 哎 你是 干嘛呢 好 好